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今年策划的2021儿少评审裴莉莹 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国中小与高中生 来学习担任儿少节目的评审 课程安排中 美官特别邀请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 副秘书长刘志阳担任讲师 带领儿童与青少年学员 从儿童权力公约 认识儿少的主体性与发声权 呼吁儿少多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想其实儿少节目 一切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 这个节目是为了儿少而制作的 那当为了儿少而制作的节目 却缺乏儿少的意见跟观点 但这个就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 而事实上儿童权力公约也不断地要求 跟儿少有关的事物 应该充分地让儿少来表达意见 那大人必须要聆听并给予回应 所以我想这个活动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落实其实是儿童权力公约 很核心的一个部分 他们的节目由他们的意见 来告诉大人说 我们喜欢这样的节目 我们不喜欢这样的节目 那这个营队更有意义的是 去陪例他们了解说 这个喜欢跟不喜欢怎么表达 怎么跟大人沟通 我想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 另外一堂课也邀请到儿少节目的 执行制作蒋家宴来分享 节目制作的点滴 过程中学员们踊跃表达自己的看法 让讲师很感动 我小时候我爸妈就给我看很多儿少节目 当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就觉得 那些节目做得很好 但是我真的不想看 对 然后就是我会去看的 还是觉得我比较可能跟我生活贴近 或是我跟我同学有话题可以聊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儿少节目他就是 只就是用他自己片面的角度去想说 小朋友喜欢看什么 但是可能就是随着年代改变 小朋友的观点或者是喜好可能会不同 就是除了纳入儿少意见以外 我觉得也可以跟一些年轻人的时事做搭配 因为有些电视节目可能他如果像制作或计划 比较没有那么了解现在年轻人在聊的内容 那年轻人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 好像跟我们觉得有点隔阂 那自然而然就比较不会愿意去收看那样子的节目 以及就是可能也有需要多一点的宣传管道 因为可能都是在电视上播出 或者是只是固定会放到YouTube 但是没有很大量的宣传 就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也不会想到有那个节目 今天很高兴来上课就是跟很多小朋友做互动 那我特别有设计一个部分 就是说让他们听听他们的想法这样子 然后他们也表达了很多他们的意见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那包括就是说他们觉得现在的儿少节目的种类太少 而且不是他们感兴趣的 对都是可能都是大人认为可以看的题材这样 所以今天就是听到他们讲了很多 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这样 然后他们也反映到就是说 现在的儿童节目的时段 其实根本他们也看不到电视 所以他们也希望说可以有多一点的平台 比如说就是就是YouTuber 然后或是像爱奇艺啊或是抖音之类的这样 对那我觉得今天的小朋友很棒 就是他们都很勇于表达意见 对然后而且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都 蛮适合来当那个小小评审 整场活动除了学员收获丰富 能贴近儿少的想法讨论与交流 也让参与儿少评审赔丽营的讲师们 得到了许多回馈 并肯定每官举办的儿少评审赔丽营 期待激发出更多儿少节目的想法与创意 记者陈淳淑平台北报道